花莲施工所办理的浩克学堂人才培训 广播主持人训练营 特别邀请到客与新传师游淑梅 以及中广主持人刘敏娟 一同分享在职场上的实务经验 透过围棋两周16个小时的课程 让学员们化身为小小记者 拿起麦克风更是驾驶十足 看见他们的学习成果 市长魏嘉贤也竖起了大拇指比个赞 学员们拿起麦克风深色地对市长进行访问 这是花莲施工所办理的浩克学堂人才培训 广播主持人训练营 25位学员分成三组 有的负责采访 有的负责拍摄 最重要的是后制剪辑 透过围棋两个星期16个小时的课程 让大小朋友学习到身为媒体人 所需具备的基本能力 那在人才的培训里面 我们包含了广播的人才跟主持的人才 那我们希望说能够带给很多客家乡亲 客家朋友能够了解到 其实在客语 还有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些应用 那我们希望挖掘出更优秀的人才 未来能够帮助我们在客家 还是各个产业面里面 做相关的一个推动 那我们兼负责 花莲施工所兼负责 除了客语的推广之外 更希望能够把产业面 把它带起来 让更多客家的乡亲 都能够一展自己的长才 那发挥自己的才能 不管是YouTuber还是实况组 都是近年来相当热门的网路新趋势 花莲市公所透过多元的活动办理 让学员了解到 手机不只是可以拿来打电动 还能够学习摄影 录音 剪辑等技巧 更是直接找到业界人士 为学员来进行课堂教学 大大增加他们的舞台自信 还有表达能力 市长魏嘉贤也预告 8月29号上午9点开始 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将结合市区内客家产业 文创工作者 街头艺人 还有展览等等 举办浩克云集市集活动 除了精彩表演 轮番上阵 现场还有好吃又好玩的活动 欢迎民众一起来同欢 主持A咖王赞 谢谢徐丽琴 华联时报道